10月17日,防卫省装备艇与海上自卫队联合在海面上进行了电磁炮的处女射 炮弹出速超6.3马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一般炮弹被射出炮弹的速度为0.8公里每秒 而电磁炮却可以将弹药的出速加速到11公里每秒 提升了数倍之多 是地球上仅次于激光的超速度武器 说起电磁炮,许多人并不陌生 早在2005年,美国就开始了轨道电磁炮的研究 但日本对电磁炮的应用思路与其他国家不同 比如美国,研究指出美国将电磁炮定义为战略武器 但日本却准备把电磁炮当成了进程防空武器使用 因为它口径小,射速和弹速较传统化学反应武器有大幅提升 随之而来的命中率也将提高不少 同时炮身也不需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更简单的说就是,电磁炮的反应快,射速高,精度准 用来做进程防空,不仅高效,而且便宜 只要海上平台的供电系统没问题 电磁炮的储能足够,它就能一直发射弹药 话说回来,既然电磁炮有这么多的优点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取消这项武器的研发呢? 这就要从它的体积说起了 从2005年开始,经过大约16年的研发 美军最终呈现的电磁炮地面试验台是这样的 在美国2022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申请中 关于电磁轨道炮项目的研发经费已经没有了 这说明美国海军选择终止了该项计划 从上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把这么大的体积放置到战舰上,着实有些费劲 作为地面发射平台又不易隐藏 快速移动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自卫队试射的小口径海上电磁轨道炮 虽然看起来体积没有这个大,但放在驱逐舰上仍然有些夸张 更重要的是,这玩意儿不仅异常费电 而且炮管的寿命极短 平均发射20发炮弹就要更换一次炮管 如果这么说的话,问题就来了 既然电磁炮有这么致命的缺点 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又要执意研究它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磁炮的家族成员 电磁炮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线圈炮 有称交流同轴线圈炮 它是电磁炮的最早形式 由加速线圈和弹丸线圈构成 根据通电线圈之间磁场的相互作用原理而工作 加速线圈固定在炮管中 当它通入交变电流时 产生的交变磁场会在弹丸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的磁场与加速线圈电流的磁场互相作用 产生电磁场力 使弹丸加速运动并发射 这一类型的电磁炮制作起来简单 家里有铜线磁铁一类的金属 再稍微看一下教程 就能在家里制作线圈炮了 但是它的射速较慢 无法满足目前弹药的高速发射需求 接下来是轨道炮 轨道炮 又称磁轨炮 导轨炮 它是由法国人维勒鲁博于1920年发明的 原理是利用轨道电流间相互作用的安培力 把弹丸发射出去 轨道炮由两条平行的长支导轨组成 导轨间放一个质量较小的滑块作为弹丸 当两条轨道接入电源时 强大的电流会从一条导轨流入 经滑块从另一导轨流回时 在两导轨平面间产生强磁场 有电流经过的滑块 在安培力的作用下会以很大的速度射出 理论上可以达到亚光速 但试射的速度一般为当前舰炮的三倍 也就是6到7码赫之间 射程可达160公里以上 电磁轨道炮的弹头重量不等 一般都采用指令制导 未来有可能发展成自导模式 除了在射速和射程的优势之外 该炮还有一种相对廉价的火力 发射一枚炮弹的成本近为25000美元 美军M777榴弹炮的常规弹药 动辄都是10万美元上下 而且射程只有40到70公里 对比一下就能发现 电磁轨道炮的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 轨道炮是各国研制的电磁炮中 最常见的形式 与传统的大炮 以火药燃气压力射出的弹药不同的是 电磁炮是利用电磁系统中电磁厂的作用力 大大提高了弹丸的速度和射程 自80年代初期以来 这一类型的电磁炮 在未来武器的发展计划中 已经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下面是电热炮 电热炮的原理完全不同于上述两种电磁炮 其结构也有多种形式 最简单的一种 是采用一般的炮管 管内有连接等离子体燃烧器的电极 燃烧器安装在炮后膛的末端 当等离子体燃烧及两极间加上高压时 会产生一道电弧 使放在两极间的等离子体生成材料蒸发 比如聚乙烯 聚乙烯蒸发后的材料变成过热的高压等离子体 从而使弹丸加速 这一类电磁炮目前算是比较冷门 所有的电磁炮都需要冷却系统 因为在运行时 电磁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但这一类的电磁炮的冷却系统 过于庞大和复杂 对此我们就不再过多解释了 最后是重阶炮 重阶炮是一种可以多级加速的 无接触电磁发射装置 它没有炮管 但要求炮完 在进入重阶炮之前 要有一定的出速度 也就是说 要先有一个力 把弹丸射进重阶炮的炮管之内 其结构和工作原理 是利用两个巨型线圈上下之间的间隙 长方形的炮弹 在两个巨型线圈产生的磁场中 受到强磁场力的作用 穿过间隙 在其中加速前进 玩过赛车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有些模式下 赛道上会设置有加速器 一旦车辆经过 车速会瞬间提升 这就是重阶炮的发射原理了 刨开空气阻力 从理论上来说 这型电磁炮 只要炮管够长 就可以对炮弹进行无限加速 重阶炮目前是电磁炮的最新发展形式 各国的研究还处于保密阶段 以上就是电磁炮的四种形态了 自卫队发射的是第二种 电磁轨道炮 只是很可惜 火力军没办法对这一型电磁炮 做过多的解读 因为关于日本的电磁炮 涉及到的技术 相关的改进 以及具体细节 都还是日本自卫队的机密 我们根据10月17日 ATLA发布的轨道炮测试视频看 这型电磁炮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发射弹丸 规格上也属于中型 比美国的轨道炮要小很多 日本中型电磁轨道炮的原型机 今年5月份首次在日本亮相 据Cpart的报道 这型电磁炮的射速为每分钟5发 能够以6.5马赫的出速 发射重320克的40毫米钢制弹药 惯性射程达180公里 这些数据比早期美国电磁炮7马赫的出速 200公里的射程稍有逊色 但从体型大小来看 日本电磁炮的技术 较当时的美国明显进步不少 这些就是关于日本电磁炮比较准确的数据 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地位并不相同 从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战场都在海外 他们对武器的要求 也从早期的重型 逐渐被轻型机动所替代 无论是战机战车还是导弹 都会把便于转移作为主要的前提 但日本自卫队无法开辟海外战场 他们只能考虑近海防空等本土防御 这样来看的话 电磁炮极高的出速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 所有国家的导弹防空都无可比拟的存在 这也是日本执意应用电磁炮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美国放弃了这项武器的研发 并不能一次证明电磁炮的发展前景 电磁炮作为发展中的高技术兵器 未来的军事用途十分广泛 将其用于天机反导系统 摧毁地轨道卫星和导弹 拦截由舰艇发射的航空导弹 或者像日本一样用于防空系统 前两天社交媒体平台疯传以色列激光防空系统 打掉哈马斯火箭弹的视频 激光的优势就是速度 试问有什么物体的运动能超越光速呢 所以它能轻易锁定位于任何轨道 任何速度飞行的目标 属于新一代暂时无解的打击力气 电磁炮的出速跟激光对比 那自然可以说是弱爆了 但如果向下对比 它又能甩化学物燃料的导弹几条街 空战或者地对空密集打击 大家应该都看过 最直观的就是子弹还没有击中敌机 就开始下坠 被敌机远远地甩在身后 狙击枪同样也有类似的问题 当子弹达到一定的射程之后 会受锋力以及重力的影响 产生偏移或下坠 这一类呢都属于惯性弹药 失去动力后的通病 另一类防空是有动力弹药 发射之后会自动寻找目标 比如麻雀导弹 响尾射导弹等等 但这类导弹又很容易受到干扰 或者拦截 比如敌机释放干扰弹 敌方拦截火力的锁定等等 电磁炮的出现 完美解决了以上防空手段的 两种弊端 虽然它没办法像激光一样 发射之后弹道比直 但6马赫的出速 是目前能最快抵达目标物的弹药 且没有之一 正所谓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电磁炮只此一个优点 但已经足够了 未来它的钢支炮弹 还会增加多功能战斗部 是否增加末段制导 以及GPS导航等技术手段 但在速度的绝对优势下 无非都是锦上添花而已 所以 关于电磁轨道炮 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如果能解决炮管的损耗问题 就可以将电磁轨道炮的发射速度 提升为500发每分 未来可用于舰上的新一代密集阵防空系统 这就是现在的日本 为什么会持续研究它的原因 但可惜的是 日本的军工出了名的神秘 作为日本装备的关注者 火力军目前也只能替观众们解读到这儿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日本这型电磁轨道炮 在未来的正式亮相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